全部都是3分以下,大約是2.7分左右 這個其實我們不用做 我們香港人網或人民力量都不用做這些民意調查 你下來旺角問問大家,對梁振英的支持程度有多少 一問就知道 但是昨天的調查,你們知道是誰做的呢? 誰出來開記者招待會呢? 就是李慧琼議員,民建聯的李慧琼議員 大家要認清楚這些民建聯最無恥的行為 他呢,3月25日大家叫他投白票 叫他不要投票,叫他不要投梁振英的時候 他民建聯、工聯會全部是投給梁振英 最後梁振英多少票啊? 689票,低票當選,但最後都是當選 你民建聯呢,是有份送梁振英上去這張椅子那裏 幫我們選了這個有共產黨背景的未來 行政首長,我們就經常叫市民,你看清這些政黨 到九月投票呢,如果你不支持梁振英的 這幫政黨投票送梁振英進去做特首的 請你用選票和他清算,不要投給他 所以民建聯就很聰明,他都知道啊 所以他現在呢,就扮同梁振英朋友了 第一個帶頭,就做過民意調查 以前民建聯的民意調查呢,就是保皇港民意調查 做了出來呢,你不知道他怎樣做 他訪問一千個這樣,不知道他訪問誰 然後做出來呢,如果那個結果是對特首不好的 你有沒有見過民建聯拿一個低民望的,曾任權的民意調查出來呢? 你有沒有見過民建聯做一個低民望的,林瑞倫的民意調查? 這些保皇黨是不會做這些民意調查的嘛 他今時今日,為何要做一個梁振英的民意調查呢? 就是要抽賣一份水 你知道現在呢,保皇黨都分裂兩邊嘛 即保皇黨裡面,都有些是堅決反對梁振英做特首的 是供著調戲的,好像誰呢?好像自由黨 那麼,自由黨呢?上次田北俊 這個周梁淑儀這兩個背後元老 田北俊就叫人,即是投白票都不要投梁振英啦 周梁淑儀說什麼?周梁淑儀還踢爆葉劉淑儀了 你說梁振英會害人?你認不認你說過? 梁振英會害人,這個周梁淑儀過葉劉淑儀一同喔? 擺明居馬呢,都是跟梁振英不妥的啦 那麼劉淑儀還好笑 禮拜,前兩天沒有什麼飯局,大和解飯局的 那麼劉淑儀就說,沒空不去,最後去了哪? 去了大家樂吃焗豬扒飯喔 叫條嬰兒李梓敬影福相放上Facebook告訴人 那個人很棒,忙著去大家樂喝檸茶和吃焗豬扒飯 其實自由黨為什麼要做這些出來呢? 他沒得回頭的啦 他跟梁振英呢,是要保持一個距離 那麼田崑儀呀,有沒有周梁呀 劉建儀都要出來選的啦 因為如果不是呢,還留在功能組別呢 他一定會讓梁振英的那些,派一些勢力來沖淡他們 隨時那些什麼飲食界呀,都有機會是議席難保的 所以大家說,劉建儀呢,雖然港道區現在選情混亂啦 但你見到劉建儀都天天在反地鐵加價簽名運動的 這些副太都在做這些事情的 那麼自由黨就想吃哪條水呢? 就想吃呢,保守勢力 那些所謂的中產保守勢力 而是反對梁振英的,他想立這一班的票員 那麼田北俊呀,劉建儀周梁都是想拿這些 那他貫徹始終,他第一都是支持這個唐英年的嘛 那麼今天出來,他不轉太支持梁振英 繼續拿這個市場反梁振英的 那麼我覺得,無話可說 即是你那些支持保皇黨建制派的 又爭梁振英的,那你就投給自由黨咯 但是,民建聯最無恥就是這樣說了 但是,民建聯最後是支持梁振英的 但是現在呢,因為他見到已經不是了 4月1號都有好像一萬多人出來走 很多市民好像仍然都很反對梁振英這樣 所以呢,民建聯現在就第一個走出來做那個調查 就是用來削梁振英那個民望的 即是來查梁振英台的 但是其實呢,他是演戲這麼做 他打兩邊嘛 即是他這邊,有譚耀宗帶頭約那個大和解反共 那邊就找李慧琼拿那個 那個,梁振英有三低 三低 report出來 那就是告訴那些選民呢,就不懂分 即是當選民說,你是梁振英的 你們民建聯是支持梁振英的 嘩,不是哦 你沒有看過,我們不是做了一個報告 反而來查梁振英的哦 你看他只有兩點多,那民望多低呢 這些就是民建聯最無恥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定要認清楚這些政黨 所謂的變色龍的民建聯都是變色龍 用漢風而駛利 我們本來,其實都不是一個政治野心很大 但是為什麼今時今日要走到這麼前呢 講講我自己的故事 我呢,就做了電台十幾年 接著之後就退休去了出家做和尚 是啊,我做和尚,我是和尚來的 接著是三年,兩三年前開始 2010年,因為五區公投呢 所以走出來,我是幫過手呢 是拍這個十八同仁撐公投的 那時候和馬田啊,余月薇啊,毓文啊,大舊啊,長毛啊 都是為了支持五區公投 但是今時今日,這個政局的混亂 所有東西冤有投債有主其實是什麼導致呢 就是當年民主黨不肯參與五區公投 出口術彈攻守 好,司徒說這些老人家雖然走了 但是我還是要講講這個事實 就是起初的時候,他是很支持五區公投 說應該做,立即做,立即做 但是後來,最後五區公投那天,他說他不會去投票 而他那幫民主黨的人,也都不肯明正言順支持五區公投 就是派一些人像,正式地說,逢不是有補選,逢不是有投票 我們都鼓勵那些市民參與的,這樣 那由於區公投的成績未如理想 就導致,所謂的替補機制 一切的禍呢,就是由替補機制所牽引出來的 包括我們香港人網的同事,黃洋達先生 因為九月一號,科學館的替補機制那裏 他是在裏面的,跟著在台上插咪講了幾句說話 最後,是被起訴,被逮捕,被起訴 現在被判監,是三個星期 被判監三個星期 因為本來是要他們即時入獄,後來上訴 現在是上訴期間 但是,市民這班所謂的衝擊替補機制的朋友 有些是學生來的,大學生 除了長毛之外,即反,即是有案底 其他全部都是沒有案底 有個叔叔,是都沒有說話的上課 我跟他們叫個小小口號,加兩個學生 現在全部是要坐三個星期監 雖然是上訴緊 但是,我們覺得是非常之不合理 為什麼他們的刑罰會這麼重? 主要是因為他們衝擊林瑞倫 林瑞倫現在是政務司司長 官職越大,你衝擊官職越大 你所得到的刑罰就越重 加上,替補機制是這個共產黨 用來防止再有一次誤區公投的武器 而我們記不記得去年七一遊行 最大的反對的都是反對林瑞倫 都是反對替補機制 講到七一,其實也是一項眼淚 大家剛才在討論,七一遊行 究竟今年應該怎麼做 今年,如果以蕭若元先生 香港銀網的創辦人的蕭先生 就說,就這樣三點鐘 維園走到中聯辦 就真的沒有什麼作用 只是這樣做 像正式這樣做是沒有什麼作用 他就建議大家早上七點鐘 就去到金字經廣場 去到會展的外圍 如果有十萬八萬人在那裡包圍著 就星期禮都升不了 因為那些嘉賓進不了去 梁振英宣誓都還成問題 但是我們香港的市民 在這幾個院裡面 有沒有這樣的動員能力 民憤、民怨、民意有沒有這麼強呢 就看大家怎麼做 不是說我們現在呼籲大家去做什麼 梁振英那邊都在做他的形象工程 都在做一些圖子抹粉 是天天落區落得多過我 可能就是和人握手和拍照 講回今年的七一 或者去年的七一 去年的七一 人民力量有十位的朋友 今時今日還有案在身 我是其中之一 休文亦都 英文是第一被告的 我沒有記錯 是不是第一被告啊你 大舊是第二被告 小弟是第五被告 總共有十個 那我們呢 下星期五呢 又要上庭了 其實這些呢 無理的檢控呢 這個是一個政治的檢控 是令到我們呢 周身沒有空 你不要說坐牢這麼嚴重 是周身沒有空 現在律師費呢 初步估計 是一百萬 即十個人加上律師費一百萬 那大家說 下街籌 那我都是下街籌 但你又說籌選舉 你又說籌律師費 又籌這又籌老 那都是你們 你多給我律師費 你多給我選舉 那始終呢 這個又是另一個負擔 另外呢 我們還害怕的一些陰謀 我不知道翁敏怕不怕 那根據法例呢 如果那個人呢 被人判了三個月監呢 他就五年之內不能選的 所以當年尖培中坐完牢呢 他馬上那一屆回來都不能選的 要隔多一屆才能選的 那有些人就問我 他翁敏你怕不怕 如果判了你三個月監 那你不能選的 是啊 那到時要黃太太選的了 哈哈 要陳太黃太選的 如果判了三個月監 那不是那些人說 沒有的他沒有玩 不敢玩得那麼囂張的 長毛也是判了兩個月而已 如果玩得囂張 判了長毛三個月 他就又不用選了 又五年才可以選了 那現在都不知道 即是你現在進入梁振英時代 是不能用常理去估計 用常理去估計 究竟他會怎樣的 他判了你 他是判了你三個月 那你當然是上訴 上訴又有鼓講的 你上訴期間 倒式期間未復刑的 你又不能選 又不能選 那到底他什麼時候審呢 現在我們下個星期五六月二十日 就不是審的 叫做預審 即是說我們七一遊行去年 究竟現在怎麼審 審四官而已 預審 預審就是排期你什麼時候審 那是由他排的 他排你七月審 現在粗略估計是審二十日 都不知道為什麼要審二十日 我又坐在那裡馬上遊行 那你說我有罪就有罪啦 那我又不會說我沒有坐在那裡 那我真的坐在那裡 真的被你踏上去電視拍光 全程都拍光 但是呢 他在審二十日 那如果七月審呢 又不是很需要選的了 因為選舉 你都每天都要落街落區啊 派單張啊 做家訪啊 開居民會啊 那如果你在審 那你怎麼算呢 那如果審完 判了一刑 不要說判三個月了 判你三個星期 好像現在皇上那樣判三個星期 如果這三個星期你一直在上訴的 現在皇上上訴著的 即是有案在身 有刑未奉有案在身 那你又是不能選的 那所以我們估計呢 長毛現在他是兩個月判了 他只是衝擊科學館 批補機制 又弄壞個門教 就刑事毀壞了 那就判了兩個月 罰錢 罰了五千元 五千多元 那現在長毛就投銀了 他上訴 但是上訴排到什麼時候呢 不知道 如果最保險的方法 如果真是想選的呢 就上訴還上訴 就先坐了 坐了那兩個月先 那坐了那兩個月呢 就沒有刑在身 那那刑在身上訴呢 就繼續上 上到呢 就沒有案底 或者沒有什麼 但是選就繼續選的 所以現在皇上都在投行著 究竟是不是 就是去坐了那三個禮拜先呢 就是很慘 你說這件事 就是明明大家覺得 那件事 是我們人民的 合理的抗爭 是參與一個 剃補機制的諮詢論壇 因為這個諮詢論壇的安排不當 是因為這個諮詢論壇的 是一個假諮詢 自己魂會拼人頭的 而一群人在外面示威 進去裡面 在台上講了一番說話 其實都是很和平的 你電視台拍那些什麼叉頸 那些是 是一些很細微的 的東西來 也都不是現在呢 被人告緊的 五個人六個人 他們所做的 但是 可能你為了一些政治的考慮呢 你唯有是硬壽 硬壽 就是要去坐牢 而那幫人 兩個學生 一個白白 一個就是網台主持 我同事王陽達 他們有沒有臨過 就是出來 參與社會運動 參與反對替補機制 是會最後招致要坐牢的呢 好像我們走七一遊行 我想大家都有走七一遊行 就是去年的七一 很多人都陪我們 在收盾那裡留了很久 然後一路走到中銀那裡 都還有二三千人 去到最後 拉了 一百三十八個 一百三十八個 最後檢控 是十個 是我們人民力量的十個朋友 大舊 毓民 馬草 泥與陽我 阿惠儀 一會兒說 墨葉城 我們兩個同事 十個人 我們不是說怕坐牢 其實認罪是最好的 我省一百萬律師費 是不是 我認罪省一百萬律師費 我認罪省一百萬律師費 不用審 馬上去罰人 應追 你罰我們 最多罰 可能是 社會服務令 罰錢 這樣 就算坐三個禮拜 兩個月 還好 跟他們這樣爭 一百萬律師費 現在還在籌 但是那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那個道理的問題 如果參加七一遊行 和平的集會 遊行 最後 是要留案底的 最後 是要 坐牢的 這個例子 如果 成立了之後 以後 這個曾偉雄就可以用這個做案例 把大家抓了 即是他叫你散 你不散 他說示威 你來這裏 他要挖你去銀行中心那裏 他來這裏 已經說你是擾亂公眾秩序 已經說你非法集會 就可以抓我們 這樣又坐牢 留案底 如果這個能夠 他這樣的奸計 能夠成功的話 香港是會被人滅聲的 沒有人敢出來走 沒有人敢留守 沒有人敢跟警察 是據你力爭 他噴胡椒噴霧 你是 你罵他都不敢的 大家 大家發不發覺 在曾偉雄上場之後 警察所用的暴力是越來越嚴重 相對於我們遊行集會請願人士 我們比在外國 比在南韓 比在大陸 我們只是蚊比和牛比 大陸那些燒警車的 你見不見 我們香港從來都沒有燒過一個警車 最多 都是和你推量推個鐵馬 這些真的是 大陸的幼稚園 我們香港 英國 韓國 美國 的遊行集會 最少是釘石仔的 甚至 燒警車 還會打爛玻璃 我們香港是非常和平 但是我們香港的警察 是用最高度的武力 現在無端端都會噴胡椒噴霧 所以今年七一 我們買了一批眼罩 面罩給大家 或者無線紙包著走 唯有 無端端都會噴沙蟲水 讓它噴過來 這個第一 警權是越來越過分 而第二 是法庭和警察配合才是最可恥 法庭本來 執法 司法 立法 應該是獨立的 是互不影響的 現在那些檢控 法庭好像和警方 和特區政府合作那樣 它的目的就是一個 就是打壓這些遊行示威集會 令到香港人滅聲 是不敢出來爭取 即是如果你看到我們七一 哇 毓民大狗都被人判監 這樣 我們小市民還怎樣跟它鬥 不要啦 走都不要走啦 或者走到終點 立即和平散去啦 這樣呢 香港人呢 或者香港呢 就真的沒有希望了 所以就算我說傾家蕩產 賣當姐 都要繼續呢 在法理上呢 是和特區政府打這個官司 我們是相信七一遊行 我們是沒有罪的 我們是一個合法的遊行 合法的集會 當日在收盾 我們集會到七點 繼續向前走 走去政府中部 你沒有阻止我們 你應該在那裡拘捕我們 如果你覺得游行已經完結了 七一遊行 你讓我們繼續走 走到中間 是你不讓我們前進 我們坐下在那裡 那裡是條遊行通道來的 不是我們說佔據馬路 就是被人說到說 擾亂秩序啊 而是那條遊行通道來的 是你不讓我繼續走 你讓我繼續走 我便走去政府總部 你把我閘住 我就會坐下 我坐下 你又說我左階 說我非法集會 說我非法集結 跟著就有些差人來 尿我們 噴他們胡椒噴布 之後就說我們還手 就說非法集結了 非法集結這條罪 本來是用來告黑社會的 就是那個屈黃毓民是黑社會 想屈人民是黑社會 但是這樣都不要緊 就是我們都會繼續 戰鬥下去 鬥爭下去 為公義 為我們基本的人權 就是遊行集會 示威的人權 所以我記得3月25日 我跟會展外面的朋友說 說到哭了 我記得那天 我就說 我不要求大家站到最前線 真的要受胡椒噴霧 要跟警察推鐵馬 但我希望如果真的 有一些很不合理的事件發生 真的有一些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走出來 可以站在人群中間 站在最後都不要緊 只要人數越多 人數越多 我們就可以越和平去進行 這些所謂的抗爭活動 如果有十幾二十萬人 站在會展外面 要不要跟他推鐵馬 他敢不敢噴胡椒噴霧 警察都不敢 警察甚至會走過來我這邊 走過來我們這邊 所以我知道很多警察 那天聽蕭先生的英文說話 是感動到滿眼淚的 可能因為他穿著制服 他是有職務在身 他不敢走出來 我也想警察都是有好人的 雖然大部分都是為了工作 所以聽上頭指揮 聽通應指揮 這樣 這個是議會外民間的抗爭 我們經常說議會內外都要抗爭 好像反地鐵加價 我們在街頭 在地鐵站 在搞簽名運動 在貨車站 在議會裏面 我們黃毅民議員和陳美業議員 都一樣是給壓力香港政府 好像大舅就說 喂 現在港鐵加價 政府是賺多九億的 九億的股息 因為香港政府是港鐵公司的第一大股東 佔七成以上的股權 那九億的股息給誰呢 給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可以拿出來 將它補貼回地鐵的票價 那本來又要加5.4% 可不可以不加或者加少一點 那這些呢 就是靠議會裏面 和我們理念相近 敢為人民發聲的議員 是做這件事 可惜現在我們的立法會 大部分的議員 都是騙人工的 都是沽名釣魚 所謂的保皇黨 我們對它沒有期望的了 我想 聽我們香港人網 或者支持黃毅民人民力量的 就不會投民建聯 不會投自由黨的 但是我們還要小心提醒大家 有一些所謂的偽民主派 以前有泛民在那裡 有些人就會配票的 就說 這樣吧 我們一家四口 爸爸哥哥就投旭品 媽媽姐姐就投奉檢基 或者逃生 或者毛孟靜 這樣 但是今時今日呢 我們覺得 大家是不用再做這個策略性的投票 因為那些所謂的泛民 所謂的偽民主派 我們是信不過他們 信不過他們 所以我才要走出來 我上屆都是投劉偉卿的 我是卿姐的粉絲來的 我們的主席劉翁劉家雄呢 年年捐幾萬元給劉偉卿的 所以我們就是 正正式式的劉偉卿苦主大聯盟 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走出來 要走到這麼前 星期六我也想去 行街吃飯看電影 做運動 去旅行 但是現在我們每個星期六日 都在西洋菜街擺街站 都在地鐵站搞簽名運動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以前我們信錯了那幫人 所謂的民主派民主黨 尤其是 民主黨沒有懸念的 是奸的 千萬不要投他 親戚朋友都不要投 他們 支持曾蔭權的超錯政改方案 他話馬話 梁振英或中聯辦 就干預選舉 梁振英就入中聯辦 剛才雍米說了 你們民主黨入中聯辦 不是干預選舉 是干預選舉制度 將2012雙普選舉制度 打爛了 我自己想過 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 以及支持了 1200人的特首小英主選舉 所以今天才有 這個香港共說 政權說不 這一幕才有梁振英 給我們探 是香港共產黨的 如果民主黨不轉態 繼續站在民主派那邊 我覺得當日 愚生辯論 愚耀薇 氣勢愚雄 曾蔭權 就打到死狗 即使一人之間 民主黨 進入中聯辦 以及應承特首 支持他的政改 立即 民主派 沒有了 沒有了能量 沒有了力量 好 我認識 過去的 年幾兩年裏面 甚至乎我們以前的戰友 公民黨 我都覺得我都不敢 不敢靠他 有些人說 萬一再來二十三條 葉劉可能入特區政府做高官 如果葉劉做政務司司長 又來二十三條 到時我們如果 泛民的議員都可以一起 五區派一個人辭職 又可以啟動五區公投 但我們覺得很渺茫 今時今日 你知道泛民 甚至梁家傑都說要和什麼擁抱 黃毓民理念的人 就割席 即是說到時 要啟動五區公投 我們不能夠靠人 要靠自己 所以人民力量多艱難 都希望在 九月的立法會選舉那裡 是每區可以派到人出來參選 那今日 我不是宣布參選 又不是拉票 我最後是想恨醒大家 登記做選民 五月十六號還有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 就是選民登記截止的日子 香港政府呢 現在是懲罰做的 他請那些妹妹仔 拿著那些方法拿著一張紙寫 請登記做選民 他連叫都不叫的了 即是願者上吊 因為呢 不需要的 政府不需要很努力做選民登記 自然的選民登記 那些人會飆升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集團式的種票 你知道嗎 上次區議會那裡看到他的威力 今次 立法會選舉我們不知道 特區政府說呢 要打擊中票 但在這一年裏面 半年裏面 究竟做過些什麼 有沒有成效不知道 我們想不到別人全職的 集團式經營的 我們沒得說 但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 可以做到什麼呢 就是在最後這一個月 選民登記最後這一個月裏面 真是跟身邊的同事好 兄弟姐妹好 家人好 告訴你 真是首先要登記做選民 你最後不投票給我 不投票給我 是你自己的選擇 就算你很討厭我 很討厭毓民 我更加要你登記做選民 因為你登記做選民 只可以選你喜歡那個 而不用選毓民 不用選我 所以希望大家 無論任何政見 無論你身邊的人 是任何政見 他支持梁振英好 唐英年好 何俊仁都好 你說我不跟你爭 先不要 不是洗你腦 不是跟你爭 請你在這一個月 珍惜最後的時間 登記做選民先 你知道這些政治的事 一日都嚴長 很多現在中的人 哎呀 可能呢 過兩日你看到呢 他都是會變色的 都是會轉態的 到一日未到投票 未到選舉 你還可以看 還可以考慮 一日未吸 二日未入到箱 你還可以考慮 這一票在大家的手上 就是香港人呢 每四年一次最有力量 最有權利的時候 你有票呢 梁美芬都要 當你契哥這樣 向你鞠躬 上個禮拜 毓民不在 梁美芬在那邊 他又有個網台 叫做新力量 新力量網台 蕭先生在那裡叫他 混蛋和吃屎 上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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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他不敢 朱毓民回來了 不敢開了 不要緊 你支持梁美芬都不要緊 你首先 登記做選民先 接著 張開你的眼 張開你的耳朵 意願好 新人好 究竟過去的日子 做過些什麼 到底他現在的政果是什麼 到底他的誠信可不可靠 到9月9日投票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你的選票 去令他當選 或者令他不當選 但是第一步 都希望大家 今天在這裏圍觀的街坊 我們不是賣帽 不是黑錢 但是 你簽一張選民登記的表格 交回來 我開心過你捐一百元給我 不過當然是他要覺醒的 他要知道做什麼 不要騙他 阿婆 幫我簽一張選民登記 他簽了五次 他都不去投票 最後 所以如果你叫了登記做選民 你要站著他 提醒他9月9日投票 提醒他做功課 看看各位人的政綱 最後 我也多謝大家今天 來到支持人民力量 向港共政權說筆的論壇 要向政權說筆 要議會內外鬥爭 議會外繼續支持人民力量的 街頭運動 遊行示威集會 所以我們會繼續發起更多大型的活動 更加有創意 令到大家很安全 很安樂地去參與這些社會運動 第二 議會內的抗爭 要靠一些信得過的議員 信不信得過 要看他們的表現 靠你們的選票 希望大家繼續登記做選民 5月16日截止登記 如果是轉了地址的都要重新登記 6月29日截止轉地址登記 在這裡代表毋文和人民力量 多謝各位朋友 今天支持我們的 向港共政權說筆的論壇 每個星期我們都會出現 直至 是的 這個月都是 直至 7月1日 看看我們會不會做到一場好戲 給這個特區政府 這個港共政權梁振英看 都是靠大家 多謝大家 好 好